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成儿风格成春节档新宠 相比梁朝伟,王一博的突破更令人惊喜 相比于往年的春节档 今年的春节档显得格外特殊 一方面这是影视圈恢复常态后的第一个春节档 另一方面今年的春节档还有《无名》这部黑马影片 在这部影片上映之前 很多人都认为它会成为激烈竞争的牺牲品 然而大多数人没有想到 这部影片靠着极端不同的评论 成为春节档中一只不容忽视的黑马 之所以说《无名》是春节档的一匹黑马 主要原因在于导演成儿 作为一名个人风格十分明显的导演 成儿在指导生涯开始便拥有不菲名声 一部犯罪分子让业内惊讶万分 而后他自编自导的边境风云 令他拿下传媒大奖和华表奖 这样的一位年轻导演 拥有明显的指导风格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无名》作为一部谍战剧 本身的故事线就比较精彩 更何况还有梁朝伟 王一博等实力派演员主演 整个故事围绕着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一历史事件 展开叙述在这个大背景下 上海作为全国的风云聚集之地 正派 反派依旧游离的中立派都在不停奔波 主角团队在和敌人的针锋相对中艰难取胜 最终等到胜利的曙光 《无名》 这部影片是成儿的第四部作品 观众们可能想象不到 被众多爱好者追捧的城市风格 在24年的时间内仅有四部作品 要知道王家卫 陈凯歌那些导演即便作品少 却也能保持几年一部的效率 甚至张艺谋都会在应该寒衣弄孙的年纪拍出大片 相比于稀少的作品数量 成儿的风格是他征服观众的法宝 没有一个观众不会被他的风格震撼到 再无名 刚开头 成儿就用一连串的群像场景 袭击观众的视觉 正如他之前的《罗曼蒂克肖王史》一般 在开头的场景中 观众就能见到影片中涉及到的许多演员 诸多演员的戏份交织在一起 我们看过之后就能感受到独特的叙事方式 而这样的叙事方法优点很明显 开头的诸多片段能给观众一个心理预期 这便是许多观众欣赏成儿的一点 喜欢他的观众就非常吃这一套 如果在国产导演中找一个类似的人物 我想成儿和他的风格较为相似 两个人的拍摄思路虽然不尽相同 但总是能够用别开生面的方式 给予观众不一般的感受 就《无名》这部作品本身来说 成儿是将整部影片的紧张感 融入到每一个镜头之中 从而给观众一种心灵上的冲击感 在上一部 《罗曼蒂克肖王史》 上映后成儿面临票房上的失利 这一次的《无名》 则不一样 相比于同期影片来说 《无名》甚至要比《流浪地球2》 更快突破一亿 因此不乏有业内人士称 他是春节当的一匹黑马 其实对于成儿这个导演来说 他的作品一贯保持不错的质量 只不过有些作品的受众较窄 导致作品的表现不太好 而在演员阵容上面 梁朝伟等主演给了观众不错的观感 不过相比于这些荣誉满身的老演员 王一博这个新晋演员 反而更令人感到惊讶 在别的流量明星还在拍 言情偶像剧的时候 王一博已经用一个秘书角色 在谍战剧中搅动风云 尤其是在表情管理上 我们很难认出那个角色 就是我们熟知的王一博 毕竟之前的他 都是一个阳光向上的大男孩形象 总的来说 《无名》 这部作品作为尘尔二十多年来的第四部作品 终于在质量和票房上达到了统一 可惜的是 现在《无名》 这部作品的争议较大 不同观众对于这种风格的作品的意见 还存在分歧 若是尘尔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 多拿出几部作品 相信他也能够像王家卫一样 受到更多观众的拥护 你认为尘尔能够成为下一个王家卫吗? 儿子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